零一档案,我是Mike 2002年11月12日下午4点,英国伯恩茅斯 两个只有14岁和11岁的孩子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惊恐地告诉警察 他们刚刚放学回家 见到妈妈倒在厕所里,全身是血 警员们赶来现场 可惜受害人没有了呼吸 他的裤子被拉下一半 身上多处伤痕 家里没有被盗的痕迹 受害人是48岁的单亲妈妈西瑟 他带着两个孩子半年前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 西瑟是一个裁缝 为人善良热心,不与人交恶 根据案发现场 警方推断,西瑟是在他平时工作的房间里 被凶手用锤子袭击了后倒 西瑟尝试逃跑 但在客厅里再次被袭击并倒下 接着,凶手把西瑟拖到厕所 用刀残害受害人 最奇怪的是 凶手在作案后把两撮头发放在了受害人的双手 这些头发后来被证实 放在左手的属于西瑟本人 而右手的来自一个不知名人士 凶手为什么要把头发放在受害人手上 他想向警察表达些什么 做完了这些 凶手似乎没有马上离开现场 通过喷洒卢米诺 警方发现凶手在受害人家里四处走动 地上全是带有血迹的鞋印 不过鞋印突然在某个地方就开始消失 警方认为作案人这个时候换了鞋 现场没有留下指纹 估计他戴了手套作案 但是现场有一条绿色的带血毛巾 警方推断西瑟的遇害时间 是早上送完孩子上课后回到家不久 到了下午四点多 两个孩子放学回来 开门后喊妈妈没有回应 而平常妈妈西瑟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迎接他们 兄妹两人开始在家里寻找 很快只有14岁和11岁的他们在厕所里看到了永世难忘的一幕 他们马上拿起家里的电话报警 然后兄妹两人走到家门外 而这个时候刚好碰到了邻居达尼洛和他的太太 在得知发生了悲剧后 达尼洛在现场一直安慰着两个孩子 陪他们等待警察的到来 警员来了后 现场除了两个孩子就只有邻居达尼洛 和他的太太 警方进行例行检查 询问达尼洛当天在哪里干了些什么 达尼洛表示当天早上他去了培训中心学电脑 并提供了8点44分上车的巴士车票 警方接着对周围的邻居进行访问搜查 他们在达尼洛家里找到了一双带有一点红色污渍的鞋子 达尼洛自己也无法解释那是什么 不过由于鞋印与案发现场的不符 达尼洛也给出了早上的不在场证据 警方没有对他产生怀疑 调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作案人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 他戴了手套和换了鞋去作案 估计还有衣服 凶手没有留下太多线索 现场只有那条带血的绿色毛巾 送去检验后 上面的血迹的确属于受害人 但见证人员也确定上面还含有另外一人的DNA 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能够从中提取出来 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 警方还是没能找到嫌疑人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通过检验西色的电脑发现了一封邮件 邮件提到 在案发的几天前 邻居达尼洛来过西色的家 说想要麻烦西色做些窗帘 西色同意了 警方把目光重新转回了最先来的案发现场 并安慰两个孩子的邻居达尼洛 他们重新开始审视达尼洛的不在场证明 达尼洛说 当天早上他坐了8点44分的巴士 去培训中心学电脑 警方在培训中心的签导表上 的确见到了达尼洛的签名 时间是9点 不过这个数字9是被修改过的 西色家附近的监控拍到 9点25分 西色送完孩子回到家 47分钟后 也就是10点12分 一个男人在监控中出现 来到西色家附近的公车站 不过看不清这个人的脸 警方怀疑 8点44分 达尼洛上了巴士 拿一张车票 然后再下一站下车 回去准备作案 作案后 他再敢去培训中心 并在之后找机会 改了签导时间 英国警方把目光锁定在达尼洛身上 开始调查他的背景 但没想到 这一查竟然查到了 意想不到的信息 达尼洛于2002年5月来到英国 在此之前 他生活在意大利的波坦查小镇 小镇不大 只有6万多人口 小镇最出名的 竟然是一桩十几年的悬案 而这个悬案 与达尼洛有关 达尼洛1972年出生 父亲是当地国家图书馆馆长 在波坦查当地 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渐渐长大的达尼洛 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 只是他行为怪异 没有多少人愿意和他说话 到了青春期的达尼洛 开始追求喜欢的女孩子 不过都已失败高中 而当女孩子拒绝达尼洛时 他会打电话给对方 播放意大利电影 《深夜止步》里面的 惊悚音乐给对方听 1993年 21岁的达尼洛 遇到了16岁的爱丽莎 爱丽莎是为数不多的 肯和达尼洛说话的人 达尼洛对爱丽莎产生了情感 并开始追求她 爱丽莎在日记里写道 达尼洛平日奇怪的行为 让她很困扰 为了不让达尼洛误会 她同意了和达尼洛见面 爱丽莎准备跟她说清楚 1993年9月12日 他们约在了波坦查正中心的 圣三一教堂见面 出门前 爱丽莎告诉家人 她去见达尼洛 晚上 爱丽莎没有暗示回来 爱丽莎从来都不会晚回家 有事的话 一定会提前打一个电话 爱丽莎哥哥 马上去到教堂找 里面没有人 教堂深处 有一个通往阁楼的小门 不过锁住了 她要求上去看看 但这个门 只有教堂负责人 牧师多梅尼科有钥匙 而恰好 她带着钥匙 刚刚离开了小镇 爱丽莎家人们 找达尼洛问当天发生了什么 达尼洛说 他们见面后 只聊了一会天 爱丽莎就离开了 而她自己 则在教堂里祈祷 爱丽莎家人们留意到 达尼洛的手 有包扎 达尼洛解释说 是被一个还没有建好的电梯割到的 爱丽莎失踪了 家人们报警 但不知是否因为达尼洛父亲的缘故 警方的调查似乎漫不经心 而且达尼洛父母方面也非常不配合 他们拒绝交出爱丽莎失踪当天 达尼洛所穿的衣服 警队里一些较真的警员 申请入屋搜查达尼洛的家 但上级不同意 他们又要求彻底搜查 爱丽莎失踪前最后所在的教堂 不过牧师多梅尼克拒绝 由于教堂在当地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警方最终没能进去搜查 就这样 爱丽莎案件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悬案 9年后的2002年 30岁的达尼洛来到了英国 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很快他搬进了对方的家 住到了西色的街对面 11月6日 他敲开了西色的家门 说想要麻烦西色 做些窗帘作为圣诞礼物 西色同意了 而一个星期后的11月12日 西色遇害 此时警方知道达尼洛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们把达尼洛带到警局审问 但达尼洛全程装糊涂 表示听不懂英语需要翻译 这样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就有了两倍的时间去思考 整个审问没有问出什么东西 警方开始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 他们在达尼洛的家里 汽车也装了窃听器 警方找到当地媒体 Daily Echo合作 希望他们刊登一篇文章 表示警方已经查到了意大利 他们想看看达尼洛的反应 文章刊登后 达尼洛的反应是 没有反应 哪怕在家里和妻子在一起 他也没说任何东西 不过 2004年夏天 警方在对达尼洛的监控中 拍到了他的怪异行为 达尼洛来到伯恩茅斯北边的斯鲁普 这里平常会有很多女性来散步遛狗 时值夏季 达尼洛却穿着厚厚的衣服 戴着手套 只见达尼洛走向草丛 躲了进去 然后偷窥经过的女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 达尼洛还回到车上换衣服 再次走向草丛 担心达尼洛再次行凶 也为了不让达尼洛知道 他在被监视 警方让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员 装作巡逻经过 上前盘问 达尼洛说 他在草丛里 是为了抓昆虫回家喂蜥蜴 警方搜查了他的背包 里面一把刀 两把剪刀 一个头套和额外的手套 唯独没有他说的 要抓的昆虫 但是这还远远不足以逮捕他 警方只能把他放了 并继续监视达尼洛 在持续的监视和监听中 警方也发现 达尼洛对女性头发 有着狂热的迷恋 在家里 他常常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会自言自语 表达对头发的痴迷 警方决定改变策略 由于受害人左手的是 稀色自己的头发 而右手的头发 不清楚属于谁 警方把关注点 放在这些头发上 他们通过媒体 向公众寻求线索 很快 这个奇异的案件 传遍了英国 甚至传回了达尼洛的家乡 意大利波坦茶 警方的专案热线 开始忙碌起来 其中就有好几个 来自意大利波坦茶 和英国伯恩茅斯的电话 电话里的女性都提到 她们或是在坐巴士 或是在街上走着 又或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都曾被人 从后面偷偷剪了头发 其中 几位波坦茶的女性 明确指出 剪自己头发的人 是达尼洛 在波坦茶 达尼洛是出了名的 喜欢偷剪女人头发的人 这些信息对警方非常有用 但尽管种种线索 都指向了达尼洛 目前的证据 仍然不足以逮捕她 2008年 见证技术有了新的进步 通过新的技术 见证人员终于 首次在绿色的毛巾里 找到了达尼洛的DNA 说明当时 她的确就在案发现场 不过 就算是这样 还是不足以说服被神团 如果达尼洛说 毛巾本来就是她的 她一早就拿给了细色 作为窗帘颜色的样板 这样的话 很难将她定罪 2010年3月17日 整个案件 最重要的突破 终于来了 这个突破 不是来自实验室 不是来自警方的监视 而是来自17年前 爱丽莎哥哥 那个想尽 却没能成功进去的 教堂小阁楼 两个工人 在意大利 这个教堂小阁楼的 一堆瓷砖下面 发现了 失踪了17年的爱丽莎 尽管早已无法辨认样貌 但意大利警方 通过受害人的衣服 鞋子 眼镜 以及DNA 确定了她的身份 和英国受害人 希瑟一样 爱丽莎 也是被袭击了后脑 也是裤子 被拉下了一半 最重要的 爱丽莎手里 也有一撮头发 英国警方 请求参与调查 并马上飞往意大利 英国调查人员 被允许查看相关的案件资料 看到了爱丽莎案件的资料后 他们心里 已经有了底 2010年5月 达尼洛被控谋杀希瑟 英国法院允许检察官 展示爱丽莎案件的证据 并说明爱丽莎案 与希瑟案之间的相似之处 意大利调查人员 来到英国出庭 证明 爱丽莎的衣服上 找到了达尼洛的DNA 2011年6月 达尼洛因谋杀希瑟 在英国 被判 终身监禁 同年11月 意大利法院 作出判决 达尼洛因谋杀爱丽莎 获行30年 在爱丽莎被发现后 无数人对意大利警方 口诸笔伐 1993年 爱丽莎与达尼洛见面 根本就没有离开教堂 她遇害后 被藏在阁楼里 整整17年 当年警方 为何不肯彻底搜查教堂 爱丽莎的哥哥认为 这里面 肯定有人故意包庇 当年 她要求上阁楼去看看 却被告知 拥有唯一钥匙的牧师 多梅尼科 恰好 刚刚去了外地 牧师多梅尼科曾表示 她跟达尼洛一家 根本不熟 不过 人们后来发现 在达尼洛18岁生日派对上 多梅尼科 就是宾客之一 她也是 后来极力阻止警方 搜查教堂的人 多梅尼科 在2008年去世 所以 爱丽莎的事 她到底知道些什么 以 不得而知 此外 达尼洛在英国 杀害了西瑟后 并没有停手 仍在不断寻找新的目标 人们怀疑 1993年到2002年间 意大利波坦查附近的 好几个失踪案 可能 都与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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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多不断 都禄est 已经是 不过